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有两个主要内容 也是两个重要的提醒 首先提醒朋友们 OEX绑定TB地址的最后截止时间 是2024年4月27日 如果在4月27日之前 没有完成绑定TB地址 所有获取的OEX空头将会被销毁 绑定TB地址完成以后 接下来就是TB 视频的第二个重要提醒是 在提币之前 看一下准备工作都完成了没有 另外我会对OEX APP 做一下补充说明 关于OEX绑定TB地址的最后时间 我就不再做具体说明了 我们一定要在4月27日之前 完成TB地址的绑定 接下来重点向朋友们 介绍一下TB之前的准备工作 下面我们来到手机屏幕 打开中美中APP 点击我的 我的资产 OEX 我这个账号已经成功完成了 TB地址的绑定 但是这里仍然提醒绑定TB地址 很多朋友问到这个问题 只要是成功绑定了TB地址 就不需要再理会这里 如何才算是成功绑定了TB地址呢 朋友们可以观看我的YouTube 各个人们的第三百五十七视频 在绑定成功以后 有一个提示 会出现再一个提示 只有出现了再一个提示 才算是成功绑定了TB地址 还没有完成绑定TB地址 或者想要修改TB地址的朋友 请仔细观看我的第三百五十七视频 接下来是朋友们在评论区咨询最多的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朋友问到 我已经绑定了小狐狸钱包地址 或者OE外边三钱包的地址等等 是不是还要必须把钱包导入到OEX Apple里面去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 在我的视频中已经强调过 这里郑重的告诉朋友们 如果只是绑定了小狐狸钱包 或者其他的去中心化钱包的地址 而没有把钱包导入到OEX Apple里面去 那么所绑定的钱包地址里面 一定不会收到OEX代币 所以如果绑定的不是OEX Apple里面的 钱包地址 一定要把钱包导入到OEX Apple里面去 或者下载注册OEX Apple 把提币地址修改为OEX Apple里面的钱包地址 至于是导入还是重新绑定 朋友们可以自己选择 但是必须要下载OEX Apple 关于如何下载 如何注册 如何绑定 如何导入 请朋友们观看我的视频 我在视频里面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 从357视频开始 介绍的全部都是OEX的内容 另外 在绑定提币地址这里 提醒朋友们 一个账号只能绑定一个钱包地址 绝对不动出现 多账号绑定同一个钱包地址的情况 多账号绑定同一个提币地址 提币也不会成功 在视频的评论区 有很多朋友问到 已经成功绑定了提币地址 为什么钱包里面还没有收到OEX代币 再一点 朋友们可以在OEX的项目里面 查看白皮书的内容 最近更新的内容显示 OEX提币是在4月29日 确定了最终的OEX的余额以后 才会开始提币 并且初始释放的比例是20% 剩余的代币会用时20个季度释放 5年内全部释放完毕 20个季度也就是5年 关于提币的详细信息 我会在后面及时向朋友们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到OEX App 朋友们咨询比较多的两个问题是 OEX App里面的代币数量和中本生后台显示的不完全一致 另一个问题是 完成了所有的任务不能领取空头 关于不能同步的问题 我们可以打开Hub 主网测试网都可以 点击OEX 上面这个OEX的数量显示的是在中美充里面 获取的空头 这个数量并不是最终的数量 我们可以点击后面这一个小的问号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提示 最后的确认日期是4月29日 等待中美充官方的最后确认 目前是测试网 主网里面也是在一个提示 朋友们不用担心 OEX的官方最后会确认空头所获取的OEX代币的实际数量 按回 很多朋友咨询到 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仍然不能领取空头 在没有更新之前 在Hub页面 不仅仅有OEX的空头 还有BWB的空头 至于更新后的版本 为什么没有拿空头 请朋友们等待官方的最新消息 OEX在Apple里面的空头数量是5亿枚 目前进度是29% 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还不能领取空头 我们只能等待 等待官方的说明和解释 我也会把关于空头的最新进展 及时的告知朋友们 视频的最后 再次提醒朋友们 在4月27日之前 一定要成功绑定TB地址 绑定小狐狸钱包 OEX外边三钱包 或者其他去中心化钱包的朋友 一定要把钱包导入到OEXApple中 或者重新提交OEXApple里面的钱包地址 否则TB是不会到账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